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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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 Eva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來一邊開箱一邊化妝給你們看 那今天會化出的妝容呢 就是你們現在所看到我臉上的這個 淡淡的然後但是很有精神的妝容 然後中間呢會有一度是比較尾素顏很清新的感覺 那個我也很喜歡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主角呢就是 每個月的snack box 這個資深堂的美妝盒 這個月的主題呢是love love 貝洛姆魔法過夜包 也就是因為最近是一個放暑假 然後夏天大家會安排還蠻多旅行的 所以不論你是要跟男朋友去過情人節 或是跟朋友有些旅行啊 然後需要過夜的 所以呢就很適合購買這次的snack box 因為它已經幫你準備好你過月會需要東西 廢話不多說我們一起來開箱吧 喔 然後呢因為我上禮拜去藍雨 然後我好像有曬黑 所以我剛拍影片的時候就覺得影片裡面自己很黑 你們等一下看到素顏的時候不要嚇到 然後我這禮拜呢會跟Western去墾丁玩 所以呢我去墾丁的時候應該也會用這個妝容 然後用這個snack box裡面的東西來過夜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按照8月份的snack box裡面有什麼來上妝吧 在開始化妝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膚質 就是我是乾肌、敏感肌、酒糟肌 那我們現在的狀況距呢是 現在是跟男朋友剛出去玩 然後已經過夜了 隔天早上請來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去刷牙洗臉 那這次呢就有附一個Lulumi的過夜包 超級可愛的 它就是一個Lulumi的手拿包 然後裡面有牙刷跟毛型 現在做完妝前保養之後呢 第一個就是要用這個ipsa的右光控色乳 主要就是有點像防曬潤色的感覺 那有三個顏色可以選擇 分類是黃色、粉紅色跟藍色 那我之前有介紹過藍色的 所以我今天想要一起示範藍色跟黃色的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平常有在follow日系彩妝的話 應該知道這個控色乳 它已經逼近我們8月份美妝盒的售價 那基本上呢 藍色就是用來遮比較泛紅 然後黃色的話是比較提亮 像我最近就是有點曬黑加上熬夜暗沉 所以我覺得好像真的看起來比較黑耶 我覺得它好煩喔 煩煩煩煩 然後我就先用黃色的 擦在我比較暗沉的部位 我現在上保養品的方法都是 會現在手上推薄 然後再點到臉上 那它剛剛一開始擠出來呢 是黃色的 那之後一推開之後呢 會帶膚色感 比較暗沉的額頭 喔喔喔喔 它不是這樣 這個部位 然後還剩一點有的擦到補子 接下來用藍色的這個 擦在比較容易泛紅的地方 像是臉頰 喔 提亮很多耶 有有有 然後 白回來了 那假如你擔心夏天很容易脫妝的話呢 這次的美妝盒裡面有附一個保養型的蜜粉 它可以在你真正上底妝之前呢 先 輕拍在臉上 然後做一個打底 可以更鞏固臉上的妝 然後之後再上底妝的話 也會更服貼更持久 就直接用它附的粉撲 輕沾一點 然後拍在臉上 然後我之前用的心得是 我覺得它拍在臉上之後肌膚變得超級滑嫩 但是它不會像有些女兒 會把你臉吸乾那種感覺 所以它是算一個比較 輕柔的蜜粉感 喔 你們應該有感覺我的臉 開始慢慢變得比較柔膠的感覺 就如果你是皮膚超好 沒有什麼瑕疵的那種人 的話你上完隔離跟做蜜粉 你就可以跟男友去吃早餐了 但是我還不能 我就是準備被男友罵 OK 好像 喔 臉稍微 變得很嫩 超嫩 現在像是真的素顏 可是其實我是微素顏 這一款呢 它其實是比較保養型的蜜粉 然後它是推薦說 假如你晚上跟男友霍葉的話 你覺得素顏有點害羞 你也可以輕拍在臉上 讓膚質看起來比較好 那因為我個人是臉比較敏感的關係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睡前再去用清水把臉沖乾淨 我覺得這樣子的保養型蜜粉很適合用哪一個地方 就是你明明晚上都已經準備要睡覺 然後你都已經卸完妝洗完澡保養完了 突然被男友拉去買宵夜的時候 就非常適合在臉上鋪一層的蜜粉 然後組個外面的髒路 因為你去買宵夜的地方絕對是油煙 然後氣機車的煙 整個霧煙瘴氣的 就是散步在空中 然後臉就會被弄得很髒 所以這時候就很適合使用這樣子的保養型蜜粉 做一個簡單的隔離 就是你們有這個經驗嗎 就是明明要睡覺的卻被男友拖去去買宵夜 我超長 我還曾經有一次是半夜三點鐘 半夜三點鐘喔 以前離我們學校最近的宵夜店都關了 然後他居然拉我去中華路上吃那個什麼炒羊肉 我真的是真的超生氣 但我還是陪他去了 對 所以假如你們有類似這樣的經驗的話 可以用這樣子的保養型蜜粉當作一個隔離 保護好我們的皮膚 我真的很想知道有沒有人跟我有一樣的經驗 如果有的話 歡迎在樓下留言跟我說 我們不是孤單的女友 然後這個眉筆呢 是ZA的 它是我自己的眉筆 但它在Smoda的網站上也應該有賣 所以假如你們有喜歡的話 應該也是找得到的 就是稍微再用眉粉補一下我的眉毛顏色 我用的是integrate這個四色的 這個應該也是在Smoda上面有的 你們看我用得這麼凹 就是很明顯的我都只用這邊跟這裡 好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樣是前髮色的人 再上一個染眉膏就可以啦 好的那我現在要來上底妝 那底妝呢我用的不是美妝盒裡面的 我用的是自己的產品 是這個integrate的果凍粉餅 會如果有跟男朋友出去 你們就是要早上起床 不像是跟一般朋友出去一樣 大家可以一邊化妝一起一邊聊天 然後很chill那種感覺 如果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的話 你早上起來就會一直被趕 你說你好了沒 然後我就說再十分鐘再十分鐘 我還有睫毛 如果是跟男朋友出去玩 然後要過夜的那種 我一定會帶比較好上妝的工具 就像氣墊粉餅啊或一般的粉餅 那今天的這個果凍粉餅 它比較像是氣墊粉餅一樣 我就用它來上妝唄 你以為啊 你看它是網狀的 然後它上的臉上都會涼涼的 很特別 噢好冰喔 喔 有差欸 這樣 比較很多齁 現在是上完果凍粉餅的樣子 先拉近給你們看 那基本上呢 我還有一點點黑眼圈 連這顆痘都沒有辦法很遮掉 所以我等一下會再用遮瑕加強一下 腮紅又要回歸到我們 Snack Plus裡面的產品 是Aura的第一個 櫻花光透蜜 它一共有三個色系 紅色系、橘色系跟粉紅色系 然後我今天要用的是RD01 那大概就是在購買的時候 也可以自己挑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我就先在我的臉頰上畫個愛心 那基本上這個產品它是可以當作腮紅跟唇膏一起用的 所以假如旅行帶出去的話呢 就可以省你的那個空間 把它推開 來上個唇膏 哇~~哇~~ OK Let's do it 裝活 有嘻哈 就是入戲太深了 這個刷子 碰到嘴唇超軟的耶 就是會有一種 麻麻的感覺 基本上這樣子的產品 是可以稍微調整一下你嘴唇的顏色 就是 輕輕套一個濾鏡的感覺 但像我這邊 被我撥到破皮的話是蓋不住的 所以 有點可惜 我沒有把我的嘴唇 保養好 然後它就是可以讓你的 素唇這樣有氣色的感覺 現在看起來紅潤很多 有沒有 看起來就是 一個淡妝 然後我可以跟兩朋友去約會了 那通常呢 我就會畫到這邊 然後 夾帶著我的睫毛膏眼影 出門 跟她去吃早餐 吃早餐的時候也要等 所以我就會利用吃早餐的時候 畫眼妝 然後我覺得那個時間是剛剛好的 喔其實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我好想就畫到這邊喔 其實畫到這邊就很可以了耶 就是眼影上一顏色 淡淡的就好了 但我今天因為是拍影片 所以我還是要畫一個 完整的妝容 好啦那最後我們的美妝容裡面 還剩下 三個東西 一個是Intergrade的眼線 然後艾豬莎的蜜粉 跟這個 Intergrade的 白水公主 限量 聯名 香水 我的媽呀這個超美 這我收到的時候 在家裡瘋狂尖叫 好 但這個我們最後再介紹 這個大家先看一下它有多美 你們看喔 這超美的 而且現在是八月份在 Smodac先獨買 然後之後九月份才會在一般銅爐販售 所以這個必收 迪士尼控必收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畫眼影 然後我們就 先苦後乾 那這個眼影呢其實我之前已經有買過 然後而且我也是買紫色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把它搞丟了 就我現在拍影片之前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只要打開新的來用 那它這個眼影呢 就是那時候退出的時候是有很多個顏色嘛 粉紅色、紫色、綠色、藍色、棕色的樣子 那我也選了一個紫色 因為我最近就是很喜歡玩那種 點一點點顏色在眼睛上的那種感覺 那它就是有一個淺色的眼影底膏 然後搭配一個粉嫩色跟淺棕色 最後一個紫色 提亮色吧 就是 讓眼睛有畫容點睛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就開始畫吧 首先就先用這個底膏在眼睛上做個打底 再來呢我就會用這個中間的顏色 畫上眼皮 Intergrade的眼影就是這麼顯色 超美的 就簡單畫都美 有嗎? 有齁 而且就是用那個眼影底膏之後 那個眼影就分的更均勻 然後更服貼的感覺 然後畫在下眼線全部的地方 下眼影嗎? 這樣 這樣戴過 我現在就發現說上下眼影一起畫的話 眼睛會比較有深邃感 比較不會那麼拋 所以我都會同一個顏色上下眼影都戴 然後我就會用比較細的這一端 海綿頭沾粉紅色的眼影這邊 有嗎? 然後打亮在我的眼頭 做一個假眼袋的感覺 小粉 小妝粉 大概畫到那個黑眼珠下巴 然後這樣 有沒有? 握成就變得很明顯 接下來呢我就會來畫個眼線 這樣這樣 然後勾完眼尾之後 我會再往眼頭畫一點 等眼線稍微乾的時候呢 我就會點這個紫色的眼影 在眼線上 主要就是眼線前面有壓 然後眼尾後面也壓一點 我畫完妝了 我覺得跟剛剛差非常非常多 大傻眼咧 從一開始 還沒有畫眼妝的時候 就很清純的感覺 現在畫完眼妝之後 就有一點 小 小小的 辣妹嗎? 就是小小的友神 眼睛看起來大非常多 就是男友 會蠻喜歡的那一種 我是說我男友 我不知道大家男友是什麼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眼妝裡面 有一點點的這樣 紫色 我就覺得這個紫色 可以跟腮紅還有唇膏做一點點的呼應 蠻喜歡的 上完妝之後 最重要的就是來噴香水 你們快點看這個 INTEGRATE的命定紅蘋果 的香水 然後它打開之後 是長這樣子 然後正面是Snow White的 太陽金字樣 背面是一個 白雪公主的側臉 看得到嗎? 好像看不太到 好像有一點看得到 然後我現在就來噴這個香水 然後我通常噴香水的話 就是手腕會噴一點 然後身上會噴一個 我通常是會從肚臍那邊往上噴 然後我覺得這樣的話 整天就會想想 真的超級美的 然後它的包裝超可愛 我第一次沒有那麼快 把它包裝丟掉 就是因為它的包裝太可愛了 然後 它聞起來是有一點那種 熱帶水果的香水感覺 然後微甜 很香 可是 可是我覺得跟我以前 連介紹過的香味都不太一樣 它是白雪公主的包裝 所以我完全可以接受它 然後我完全熱愛它 然後我覺得它不算是會太濃烈的感覺 所以 很OK 然後很適合夏天 它這邊是寫說它的前調是 清甜果香為基底 然後中間是花掉 後面是森林掉 然後其實我覺得它就是 一開始香味比較明顯 然後到後面就是慢慢的 緩緩的消失的那種 畢竟它是比較開家的香水 所以它的味道比較不會那麼持久 但是它的包裝 你能不買它嗎 這個系列一定要追蹤它 然後只要看到 Asmola上架就是 先買了再說 因為其實 Asmola有時候它的優惠會會比 那個 藥妝店便宜很多 或是差不多 然後送你更多的贈品 所以 這個 大家一定要關注它 關注它 然後你是比較會出流的人 這個Snapbox的過夜盒裡面 還有這一個 愛杜莎的蜜粉 它叫做 美顏拍拍蜜粉 它主要可以針對膚色不均 然後泛紅做點修飾 我覺得算是透明色吧 稍微用它附的粉撲 然後 輕拍在耳鼻子 下巴 比較容易出油的地方 人中 人中超容易出汗的 就稍微這樣壓抑 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裝 就是這樣美美的 打開之後是 有一個粉撲 很 掉掉掉了 我到底可以哪一次錄影 不要掉東西 我每一次錄影都掉東西耶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它就是一個這樣 柔軟的粉撲 然後 這邊是那個 蜜粉本人 它的粉質還蠻細的 然後 也是 不是那一種 會把臉 油脂吸乾的那一種 所以 我還蠻喜歡的 那今天的一邊開箱 一邊分享妝容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妝容 還有今天的開箱分享 然後 以上這一盒 就是這一次 以上這一盒 就是這一次八月份 Snakebox裡面有的東西 OK 當然這個 這個 櫻花光透蜜呢 是三顏色選一個 然後這個空色容也是三顏色選一個 那其他的東西呢 就是通通都用 這次的優惠大概是三四折 左右 超低 為什麼Snakebox的那個 彩妝盒的折扣說 越來越低 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然後也很驚喜 大家趕快去下面的連結 別逛Smodo的網站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如你去旅行啊 就是 沒有空間 帶電卷棒的話 就可以 綁一個辮子 讓你的 呃旅行造型 可以有一點多變 那不管是三股辮 或四股辮 都還蠻好看的 OK 那我們現在綁好一個 魚股辮了 是不是跟高的感覺差很多 所以 我覺得大家出去旅行 也可以利用編法 做一點不同的變化 這樣拍照起來 就會看起來很不同的感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